知道或者见过一个正处级的干部 退休之后他的退休养老级有多高吗 别说见过 其实我想都没有想 因为在我心中 我身边的这些退休老人 大部分都是企业的 像机关实业单位的 我很少接触到 再就是一些烟草 或者是教师医生 像我的这个高中老师 他退休已经二十多年了 而且当初呢 他是做了二十多年的班主任 又做了将近十几年的校长 最后呢 还是这个特级教师 现在目前工资 大概是在八千多一点 每到九千块钱 这是我这个实际生活当中接触的 退休精最高的 那么现在我的老师 他在过完年 去年过完年的时候呢 住进了这个当地的民政 开了公立性的养老院 然后我大概到现在为止 去了两三次了 这一次呢 他就在群里边 就是和同学去聊天 我也经常去看 我们本地的这个高中同学 已经很少了 可能也就七八个 有的比较忙 有的早已经去了 我是昨天上午十点多 到了这个养老院 我去的时候 因为现在是夏天嘛 他们已经不在室内了 都到室外 这个凉亭 围绕着这个凉亭 在那散步吧 然后我就看到 我这个老师 和一个旁边的一个室友吧 我在这散步 他的这个一个房间是两个人 当然还有三个人 四个人 五个人的 还有一个人的 但因为他的这个养老院 倒都是能自理的老人 没有不能自理的 而且条件都特别的好 据我所知 我的老师说 这些都是一些 起事业单位啊 公立单位 这个退休的老人在这住 然后呢 中午呢 我就强烈邀请 我这个老师和这个 他的这个 属于室友吧 我叫大叔 去在这个小 他养老院有小吃部 就是那些小家常菜 我们去吃个饭 吃饭的过程当中呢 我的老师给我介绍 我这个假叔 我这个假叔呢 正触及退休 去穿了一个米色的小衬衫 然后戴了一个小眼镜 穿了一个小皮鞋 白袜子 再看看我的老师 穿的就是一个凉鞋 就是不一样 那么吃饭的过程当中 我知道它是我们当地 原来某局的一把 退休之后呢 由于两个孩子都不在身边 在北京上班 自己的老伴走的也比较早 现在已经七十多岁了 聊天过程当中呢 他就跟我聊他当年下乡的事情 还有当时七十年代 他是怎么在农村的 就是公立 这个农村的民办小学教书 后来怎么参加比赛 被调到了这个镇里面 从镇里面又调到了市里面 这个一路的过程 他现在的这个退休期 每个月基本工资是在一万零点 但是呢 他还跟我讲 有四千多的绩效工资 很多人都知道绩效工资 是在你在港的时候呢 一些绩效工资 所谓的提成 但是像他这个级别的干部 退休之后也有绩效工资 四千多 加起来将近一万六千元 所以说在他眼里 他说我根本就划不完 那这个时候呢 我要着急去买单 也不贵 可能就没到一百块钱 我们也没有喝酒 去的时候 柜台告诉我 已经有人在这 抵押了两百块钱的押金 就是已经把账算完了 我也很尴尬 回来之后呢 我也比较不好意思 说第一次见面 我应该请你们吃饭 而我这个家属也很客气 排排我 告诉我 那个小刘啊 这都是小钱 你一个月挣那点死工资呢 都不够打野一个星期 赚的这个工资了 你以后有机会 你再想好好去赚钱 当时我听完之后 我觉得真的是有格局 不是说人家有钱有格局 就是人家这种宽愧的胸怀 瞬间呢 我就觉得啊 我的老师八千多 跟他一比 差的太多了 反过来 如果我们在现实社会当中 有多少人能达到八千的养老金 有多少能超过一万的养老金 据上一次我出了一个视频 有讲过 全国工资超过五千以上的 大概也就只有百分之十五左右 超过一万的也就百分之四左右 而他已经达到了一万六 真的是让我感到震撼 领导就是领导